《血崩案例》 公司以後原始點就融入了全家的生活 家人的各種症狀都靠原始點而非健保卡 今年2018年我56歲 已經進入更年期年齡 到去年月經都很正常 今年2月開始月經量就比較增加 而且時間拉長了兩三天 3月月經量會比較大 又有一些血塊時間也拉長了一倍 這一次結束以後5天又來了 量更大 2、3個小時就要換一片40公分的棉片 血塊也越來越大 體力變得比較差 爬樓梯就會很喘 就上網去看 發現有一些血崩的狀況 看了結果醫生都說 到這個年紀子宮已經沒有用 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子宮摘除 我不想要摘除 老公就開始用原始點幫你按推 剛開始按推兩天量有比較減少 可是過後量又增加 還越來越多 反反覆覆到4月中 體力是越來越差 4月23號早上10點 雪塊流量就越來越大 後來我去坐在馬桶上 突然排出一個很大的雪塊 我整個頭都暈眩 眼前就發黑 快要昏倒了 我那時候想說趕快把它處理好 出廁所門去叫人 老公跟兒子就趕過來了 整個人就倒下去 老公扶我到床上那時候 還有意識就溫敷 就一直在冒冷汗 又暈又冷 四肢無力 突然感覺到腹部那邊 是器官還是什麼在蠕動 一下子前面痠痛的人 一下子後面跑來跑去 持續了半個小時才緩和 從快暈倒到處理完 差不多兩個多小時 狀況才比較穩定 就持續溫敷喝姜湯 沒有按推 到傍晚沒有雪塊 恢復正常月經的狀態 4月30號已經沒有月經 還是有一些分泌物 5月6號傍晚都沒有月經 突然又跑出一塊雪塊 5月7號早上又排出兩個雪塊 下午就在泡茶聊天 一直坐著 後來一站起來 突然有一個肩包大的一個雪塊 排出來 趕快回家溫敷處理 每隔二三十分鐘 就會有大雪塊排出來 陸陸續續排出了十幾個 孩子都會很擔心 需不需要去看醫生 我說不用 我覺得很舒服 老公還是持續幫我按推 溫敷喝姜湯休息 隔天早上起來好虛弱 很暈 手腳也都無力休息 一個禮拜 體力慢慢在恢復 老公就催促我去爬樓梯 體力越來越好 5月8號月經分泌物都沒有了 5月21號幾乎不用小護墊了 體力一直在進步 爬樓梯次數越來越增加 喘還是會喘 到6月1號身體就變得很輕鬆 手腳關節痠痛都消失了 氣色越來越好 恢復正常的生活 這一次前前後後兩個月 多虧了原始點 讓我都沒有什麼後遺症 所以大家要把原始點學起來備用 當你有狀況就不會驚慌 信心要是不夠堅定 全家都沒有共識 光是親朋好友的關切 有問題就看醫生 不要自己當醫生 你很容易被這些壓力淹沒 非常感恩張醫師的無私奉獻 也很感恩志工師兄姐的付出 謝謝 謝謝